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韩国精农片仇杀病房 在某临近海滨的医院内 住着一个无依无靠的中年男子 男子名叫金明浩 因为脑神经受损 导致半边身子失去了知觉 生无可恋的金明浩 无时无刻不想了结这苦难的人生 为此他吞过药 上过调 跳过牙 可每次都被这个叫小美的护士制止 金明浩看着开朗的女孩 总能想到那个他记忆中的女人 这日医院送来另一位 没有任何亲眷的病号 他的名字叫朴上华 同样因为脑神经受损 失去了行动能力 并且还失去了记忆 朴上华的到来 激起金明浩心中的无限恨意 于是他不想死了 而是想着法的把朴上华给弄死 白天偷听到医生说 推他一下都会死 晚上就用水杯砸他 看着双目猿者 如梗在乎的朴上华 金明浩心里默念了句 再见了混蛋 结果一觉醒来 朴上华不但没死 反而恢复了一次神采 无人时 金明浩问朴上华 还记不记得秀针 朴上华出口不去 说他是某个小姐吗 恼怒的金明浩 将书拐在了朴上华的脑袋上 同时金明浩的脑子里 出现朴上华 暴打秀针 杀死秀针的记忆画面 烧完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来病房看望金明浩 请他吃最新口味的果豆 金明浩哄骗小男孩 为那个人尝尝 小男孩说他在睡觉 金明浩又骗道 那样才有惊气 于是小男孩 往朴上华嘴里塞了三颗果豆 这时护士长过来查房 小男孩闻声溜出了病房 果冻堵住了朴上华的气管 朴上华呼吸困难 朴上华无意识地咳咎两下 两颗果豆应声飞出 最后一颗被他无意识地吃掉 金明浩见此发出一声叹气 第二天 护士长从地上捡起果豆 递给小美 小美接过时 弄脏了丝袜 于是推荐丝袜吹进兜里 一会儿后 主治医生告诉他们 说要给他们用一种叫AAP的信药 信药有助提高大脑火力 加快身体糖果 但有些副作用 会使人产生冠决 两人都希望自己能快点好 于是同意用药 小美给朴上华下药时 金明浩偷出了他兜里的丝袜 然后将一块香皂 装进丝袜当武器 护打朴上华 朴上华发出一声闷恨后 突然想起了金明浩嗜水 可是第二天 朴上华又忘了 之后 金明浩借做物理治疗的机会 偷了一根绳子 一头套在朴上华的脖子上 另一头 甩在了棚井的吊扇上 之后掰下开关 想要用电扇的脚力 将朴上华吊死 继谋眼看就要得逞 不料医生走到了病房前 金明浩担心医生突然进来 到时人没杀成 还引起医生的警觉 于是割断了绳子 朴上华这个憨憨 还主动地将绳子扯下来丢掉 第二天 两个护士推他们出去散步 最后来到悬崖边上看海 这时 两个护士被医生叫走 原来医生 发现金明浩和朴上华 药剂量出错 施责小美不用心 人都走了后 护士长说责任不在小美 因为两人的药剂量 是由白医生规定的 那么白医生 为什么要特别关照这两个病人呢 镜头回到虚牙边上 朴上华拽着绳子挂在悬崖上 金明浩用老头乐 一下一下地抽打朴上华的手 显然 金明浩趁护士补栽 放下了轮椅的手杀 试图将朴上华 推下悬崖摔子 朴上华问金明浩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金明浩并未言语 只是一个劲的 拍向朴上华的手指 就在朴上华要掉去的时候 金明浩却一把拽住了他 最后大声呼吸 金明浩并非良心发现 而是觉得朴上华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掉 太便宜他了 打算等他记忆完全恢复的时候 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结果万万没想到 朴上华记忆恢复后 金明浩反倒成了杀死秀珍的人 朴上华说他这一声 都在找金明浩 目的就是为秀珍报仇 完了也掏出一个 丝袜香皂制成的武器 叮光叮光的 摔在金明浩的脑袋上 一边打一边骂 是你杀死了秀珍 金明浩的记忆 随着出现混乱 在他的记忆中 秀珍是他最爱的女人 他怎么可能杀了 金明浩认为是朴上华傻的 朴上华认为是金明浩傻的 两人都想着把对方给整死 为秀珍报仇 于是一场下半身动不了的大战 在病房里爆发 他们守口并有 打的那是相当脏了 因为医护人员都在修理室困局 所以没人发现对方里的异象 在殴打对方的过程中 两个人的脑子里 还都想着对方杀死秀珍的画面 他们互相凝恨着对方 最后一通摔在地上 这时白医生走到二人面前 讲了秀珍的死亡真相 原来白医生就是秀珍的女儿 十数年前 秀珍带着女儿生活在想家 朴上华的生活虽然艰苦 但很快乐 但是金明浩和朴上华的出现 改变了朴上华的生活 两人把秀珍当玩物 当发泄浴火的拱具 后来秀珍怀孕了 但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金明浩和朴上华说孩子是对方的 都不想对孩子负责 因此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最后更是八道想象 两人在对打时 秀珍跑过去拦在中间 最终秀珍流血而亡 但死前却把肚子的孩子生了下来 那个孩子就是护制小美 也就是说 两个人必有一个是小美的父亲 而两人下半身失去知觉 实际是白医生开的药所致 而药由小美注射到两人体内 小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毒害了自己的父亲 白医生的报复不可谓不狠 而朴上华更是对小美有过非分之想 如果小美是朴上华的女儿 那可好玩的 就在两人痛苦万分的时候 白医生掏出小美的DNA化验单 问两人想知道谁是小美的爸爸吗 看两人露出渴望的眼神 白医生一把火将换样单少了 同时潮能二人 永远也别想知道 完了就走出了病房 电影就是结束 最后来手施压警吗 曾记年少多轻狂 错过一个好姑娘 好想重新谈恋爱 可惜黄花蔡一亮 离去残阳小日红 三杯泪酒电仓球 机场曲曲金河在 使信人间报应灵